好這一節之後我們就要利用上一節課 所自動產生的這個各個功能的頁面進行一些調整 那藉由這些調整我們循序漸進的 帶入一些在MVC裡面所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觀念 那首先我們這一節要來看的就是列表的這一頁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預設列表這一頁 大概有哪些地方是比較明顯的一個問題 好那最明顯的應該就是這一個內容的這一條的這一個 那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通常我們列表列的話 我們是不會把內容給秀出來的 因為內容可能上百個文字 甚至上千上萬個文字 所以這種東西不可能會在列表把它列出來 那每個列出來那整個列表會很長 那通常都是在我們進去明細的時候 或者是編輯的時候才會把內容秀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步應該是要把內容 從這個列表列這邊給拿掉 那我們說把它拿掉 我們可能會覺得很直覺 我們就去這一個列表的這一頁 那看到這裡 這裡有一些很奇怪的這個語法用法 那這個是編輯裡面有個HTMLHEPER的這個語法 那這之後會教我們這一個章節先不會教這一些特殊的語法 好那所以說我們今天可能很直覺的會想到說 如果我們不想要在列表看到這一個內容這一頁 那我們是不是把內容這一個標題 那這個是內容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就把它拿掉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畫面 這樣就不見了 是不是這樣就好了呢 絕對不是 因為這樣只是你在畫面上看不到 但是背後你實際上卻是有把內容撈出來 那只是沒有秀在畫面上 那把內容撈出來會有什麼問題呢 簡單來說就是你浪費了不必要的資源跟效能去撈這個內容 那我們來看一下撈內容的這個程式在哪裡 就是這一頁 那他這個下法就是把我們所有的這一個news的資料全部給撈出來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底他撈的這個吸口語法是什麼 我們可以按下這一個偵錯模式 那按下偵錯模式他會另開一個視窗 然後我們進到這一頁 接著我們再回來這個sterial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是剛剛執行的 就是這一段他會執行這樣子的吸口 那這樣子的吸口就可以看到 他把所有的欄位都給撈出來了 好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既然是不需要顯示內容的資料在畫面上的話 那我們在撈的時候其實就不應該把它撈出來 那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樣去寫這一個語法呢 我這邊就直接用複製的 好就是這樣子我們明確的一個一個欄位指定 把它全部的其他欄位可能需要的欄位都撈出來 但是我們唯獨 這邊 我們唯獨剩下一個欄位 沒有去撈他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去看一下吸口語法會是怎樣 我們把這個模式再啟動起來 好 進來這一頁好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們發現這邊的語法可以很清楚看到他就沒有多花資源去撈這個內容出來 所以要這樣子去做修改才能夠節省一些不必要的資源 那當然這種事情的話在你系統很小或者沒這麼多人用的時候 或許可以不在意 但是我覺得這種算是比較舉手之勞的基本的寫法 就是不需要花很多心力去調教的時候你就這樣寫 那有些東西是需要花很多心力去調教的時候 那那種時候可能等到真的發生效能緩慢的時候 你再去做調整 但是像這種是很直覺明確的 你你就不應該這樣寫 那這種時候我們就直接把它寫好 不需要說整個這樣子把它撈出來 就很明顯的就是一個不太好的寫法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學起來 基礎就是這樣寫 那其他比較需要去試的這種效能的部分 我們那種就是等到有使用者反應說他受不了這麼慢的時候 我們再去調教 但是像這種算是很基本的寫法 我們就必須一開始就要這樣子寫 那這個頁面還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個是局處 那我們是用代號 還有我們的使用者我們也都用代號 那通常在顯示出來 我們應該是去抓那個人名 那個局處的名字 所以不應該是顯示代號 那所以說我們要怎麼讓他不要顯示代號 而是顯示正確對應的那個名稱 因為我們這個會是存在 比如說這個局處我們會存在另外一個表 然後員工我們會存在另外一個表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兩個表 在西口裡面叫做join 那在這邊基本上也是join 那其實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的資料庫有做關聯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include把它include進來 比如說就像這樣子很容易 但是因為我這邊的話未求簡單 所以沒有做關聯 那順便也可以教一下join在這邊要怎麼使用 所以我這邊就不做關聯 直接使用join的方式 就是把兩個資料表去做對應 然後把相對應的這個東西給撈出來 我們這邊就來寫一下 好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joinB 然後是這個局處的資料表 那局處資料表的哪一個欄位 B的欄位要跟這個news的A的這個欄位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他join的條件是這樣子 我就會把他join起來 那我的員工也是一樣 join的條件就是我的這個update employee ID 要跟這一個employee的這個資料表的employee ID要一樣 我們把他join起來 那新增的employee ID我就不去join了 如果你要再寫就是在在join joinD這樣子 是employee ID 就會你沒做關聯就要join很多 就會有點累 有做關聯的話 直接include就可以把他join起來了 好那這邊的話 我還有做一個改變 就是我剛剛有news 有用news 但是這邊的話 因為我這邊有沒有看 我join完之後 我就可以拿得到局處的name 那這邊的name是B點name 那update employee的name是C點name 但是我原來的這一個news的這個資料表裡面 是沒有那兩個欄位的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只能new一個動態的 把他new出來之後 把他吐回去 也就是說不加行別 那他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沒有行別的一個東西 但是 我們在寫這種東西之後 為了需要好維護 所以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會定義一個強行別的 絕對不會說 用這種沒有行別的方式去做呈現 所以 這邊的話 我們有一個用法叫DTO 那其實DTO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而是想要達到這種 強行別的目的 我們就叫他DTO 那他除了這個目的還有一些其他目的 我們這邊先來建一個DTO的這個資料夾 好 那譬如說我們今天是因為是news嘛 所以我們這邊會很直覺的命名他為news DTO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他就是一般的類別 他並沒有什麼特殊功能 只是我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那這個目的叫做DTO 所以我們會把他命名為DTO 好 那這裡面的話我就會很明確的把我今天所需要的這個欄位 把他明確的定義出來 好 那這邊的話就會定義我想要的欄位 我就把他明確的定義出來 那這邊的話 我還有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欄位 譬如說 譬如說這邊秀這個編號的話 其實是蠻不必要給使用者看的 所以我這邊就又少撈了幾個資料 那既然我不要撈的話 我就不會把他定義出來 那這也是DTO的一個目的 就是減少不必要的欄位 我們就把他省略 那最後留下來的這些欄位 就是我們預期要秀在畫面上 或者是不秀 但是你有其他目的所需要的欄位 我們會把他留在這個DTO的這個類別裡面 那這也是一個DTO其中一個 所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減少不必要的欄位這樣子 那有了定義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new出這個欄位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有些 有些是我們不要的嘛 那我們就把他拿掉 這些沒有必要秀在畫面上的 我們就把他拿掉 那這些就是我們最後想要秀在畫面上的內容 我們就撈這一些 那也少撈了很多資料 等一下那個吸口也會減少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一些基礎的效能是有顧到的 好那這邊寫完了之後 如果還有記得使用Marco那一張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什麼地方要改呢 因為我們這邊回傳的這個已經變成news DTO了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news這一頁要去接他的自然 要變成這個news DTO 那這邊的話會需要在using這個東西 但是這邊就有個小技巧 如果你這個東西很多地方是用得到的話 我們可以到這個view importer的這個檔 我們在這邊 這算是一個全域的 我們在這邊把他加入之後 這邊有沒有看到就不用在上面 每個頁 以後我們可能很多DTO都會放在這個下面 那我們這邊每個上面都要打這個news DTO就很累 所以我們可以放在這裡 打了之後 之後每一個這一個view的頁面都可以讀得到 好那因為改成這個DTO 我們有很多欄位都已經把他拿掉了 所以這邊原來的畫面上就會出現很多找不到欄位的 那像這個欄位我已經把ID拿掉 然後我是換成name 好所以我這邊就改一下 那這兩個欄位我是把他拿掉了 是誰 我也把他改成name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OK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下面顯示的地方 我們也改一下 我們把這兩個拿掉 這個是改成顯示name 不要顯示ID 好那這樣就沒有找到任何問題了 基本上我們就來看看我們修改之後的成果 有沒有看到好像變得乾淨又漂亮許多了 一些看不懂的東西也都變成了局處的名稱 跟這個人名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今天一個算是一個小小大方向的一個修改 那這邊再做一下今天修改的一個目的的總結 第一個就是我們不要撈不需要資料 就是我們內容如果不要沒有使用到 我們就不要把它撈出來 就是一開始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把內容撈出來 那這樣子你不需要 然後把它撈出來就會增加效能負擔跟這個記憶體的使用量 那第二個我們會需要另建一個DTO類別來去撈取特定的資料 就是你今天想要撈什麼資料 我這個DTO就只限定這一些欄位 那這樣子對以後的維護性會比較高 那雖然說你可以使用不要類別的方式 一樣可以撈出來 但是這樣子的話不是強行別對以後的維護就會比較 不好這樣子 那今天的這一個大方向的調整 我們會先介紹到這邊 那以後還會再陸續交一次不要講太多東西 不然會很難以吸收 那其實說我們今天這一個這邊傳的是DTO 那其實說最正確的應該是傳ViewModel 但是這個我們留到下一節再教 ViewModel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一節先用DTO來做一個取代 一次就教一點東西不要教太多 那今天的這一個列表資料 與DTO的一個小小的調整的方向 就先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